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和大家一起读 熬通宵也要读完的大唐史 我们一起读读第五章 女皇主政的第四个故事 武则天亲手杀女案 属实吗?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被史家公认的女皇帝 对于武则天其人 传统史书 普遍评价极低 暴政 虐民 心狠手辣 毒如蛇蝎 搞得社会动荡 百叶凋敝 但到了近代 开始有人一反常叹 为之大唱赞歌 称赞他有胆量 有见识 气魄宏大 能力超凡 认为他开创了黄黄盛世 武则天当政期间 经济是出现了倒退 还是蓬勃大发展呢? 这是有大数据可查的 说百叶凋敝倒也不至于 但是称开创了黄黄盛世 绝对是睁着眼说瞎话 不过把心狠手辣 毒如蛇蝎 和有胆量 有见识 气魄宏大 能力超凡 这些词都用在武则天身上 也并不冲突 并不矛盾 仔细想想 作为一个推翻了男权统治 以女性身份当国的政治人物 没有杀伐决断的狠劲 没有雷厉风行的手段 那能行吗? 且看武则天为了登上皇位 大开杀戒 将李唐宗室尽之几乎杀尽 除自己的亲生儿子李显李诞以外 唐高祖 太宗高宗的子孙 几乎被全部诸楚 十四年间的五十八个宰相 被杀 被贬各有二十一人 任用酷吏残害大臣数百 因引发的兵变民变一族入侵 而丧生的军民更是数十万之举 武则天生有四子 长子李红 次子李贤 三子李显 四子李诞 长子李红于显庆元年被立为皇太子 因不满武则天将萧淑妃的两个女儿 幽禁于叶廷老史 奏请父亲李志放两个姐姐出去嫁人 武则天恼怒他胳膊肘朝外拐 下毒将他送上了西天 四子李贤既立为皇太子 同样忤逆武则天被废为庶人 流放八州 闻名元年 武则天废帝主政 遣库吏 求神吉赴八州剑教李贤居所 逼令李贤自尽 后面的李贤 李诞哥俩 虽然未死于武则天之手 却也被赤如猪狗 李贤在二哥李贤被废以后 被立为皇太子 宏道元年十二月继皇帝位 但到了四圣元年二月 继皇帝位才五十五天 就被废为庐陵王 赤至君州 房州等地 李贤下台 他的弟弟李诞登位 但李诞只是武则天登地位的踏脚石 武则天先让他做傀儡皇帝 然后逼迫他上表训位 从而李直气壮地登上皇帝宝座 武则天当政的日子里 李贤和李诞哥俩惶惶不可终日 李贤尤为惨 床头处经常放一幅长陵 听说武则天派使者前来 就有自杀的冲动 观以上史实 让人恐惧发指 武则天的残暴和毫无人性 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来源于旧堂书里的一则记载 却让后人争论不止 该记载在则天本记中一段 原文是 武后夺敌之谋也 镇侯觉强宝之儿 租海碎焦图之谷 其不得道也甚 亦奸人杜赴之恒太也 但是看这则记载 没头没脑 不妨看资质通鉴 卷一百九十九 对事件的完整还原 后宠虽衰 然上未有废义也 会昭仪生女 后怜而弄之 后出 昭仪浅恶杀之 复之以备 上至 昭仪扬欢笑 发备官之 女已死已 既荆题 问左右 左右接约 皇后事来此 上大怒约 后杀无女 昭仪 殷器 属其罪 后 无以自明 上游士 有费力之志 这事件 触目惊心 其说的是 武昭仪 武昭仪就是武则天 武昭仪入宫以后 唐高宗对皇后的宠爱 明显衰减 但还没有 要废除她的意思 恰逢 武昭仪生下一个女儿 皇后 怜爱而俯弄了一会儿 走了 等皇后走了 武昭仪偷偷地将女儿扼杀于摇篮中 用锦被盖好 唐高宗来看望女儿 武昭仪面带欢笑 揭开锦被 假装刚发现女儿已死 贺问左右 刚才谁来过 左右答道 皇后事来此 唐高宗勃然大怒 后杀无女 皇后杀了我闺女 武昭仪趁机 气数皇后之罪 皇后百口莫辩 无以自明 唐高宗于是有了费力之志 武则天的人生比较曲折 也比较变态 他原本是唐太宗的财人 却和名义上的儿子唐高宗勾搭成奸 唐太宗驾崩以后 武则天被发往赶叶寺为宁 继位后的唐高宗 不顾天下人的非议 大大方方的把武则天弄回宫 封为昭仪 武则天的权力欲极强 先除萧淑妃 后除皇后 后来还当上了皇帝 不难看出 武则天杀亲生女 已除掉王皇后 乃是他人生轨迹中 最关键的一环 后世之所以产生争论 是说高宗在与大臣 讨论废后之事的时候 并未提及王皇后杀小公主之事 这说明 唐高宗并不认为 王皇后是凶手 另外 才子洛宾王 痛踏武则天的 逃武士席 也没有提及武则天 亲手杀女之事 这也说明 武则天并没有杀女 即小公主应该是患病死亡 与任何人无关 还有旧堂书的记载 只是用一段 非正式的史臣约来补充 最重要的是 所谓虎毒不食子 武则天再歹毒 也不会做出亲手掐死女儿 这种禽兽事了 要我说 自古恭维之事 慧莫如甚 逃武士席 没提及武则天 亲手杀女 原因是 洛宾王 根本无从得知此事 他可没有机会 读到旧堂书 和资质通鉴 而对记录宫中 起居住的史官来说 他们又不是武则天 杀女的现场目击者 只能提出怀疑 不能将之作实 旧堂书的修传者 用史官约的方式来补充 足显 致使 小心 谨慎 我觉得 唐高宗 未提起王皇后杀小公主 恰恰是他已经发现 王皇后被冤的疑点 当然 王皇后 仅在此处的清白 并不能改变她 被废除的命运 资质通鉴 之所以把武则天杀女之事 当成史实来记载 那是结合了武则天 为追求权力一贯六亲不认 杀人如麻的歹毒本性 武则天杀女之事 我宁可信其有 没法去其一 原因明摆着 小公主本来好端端的 王皇后来了 去了 武则天来了 去了 然后小公主就死了 你说 小公主是自己停止呼吸猝死的 恐怕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 那么 与小公主死亡有关的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王皇后 另一个是武则天 谁是真凶 没有确凿证据 不好说 唐高宗 在群臣面前就没说 但从杀人动机 和杀人狠毒手段来说 武则天的嫌疑 极大